虹中出口 宝极 《华阳经》中将 一切善行 一切菩提行 要以什么 以性为首啊 要以性为首 所以性 实性的菩萨都是首字的菩萨 财守菩萨 咸守菩萨 都是以这个首 要以性为首 就是没有性 性为道元功德母 那个性是什么 那个性不是过去那种委屈啊 我相信有天神 所以天神可以保护我 那不叫性啊 那根本不叫做性 什么叫做性 我们常说信仰信仰 又常说迷信迷信 那我们要怎么样分别 到底不是迷信 到底是什么是正性 怎么分别呢 你在文字之中 在像中是永远不能分别的 你搞不清楚怎么分别啊 所以一切文字 一切法说要在性中解释啊 中国人讲那个性 人立言 人一个人一个言 立言叫做性 所以立言之中它一定能够发生性愿 发生性智 智就是一个是一个心 发生着志向 发生性用 所以你看到性中它一定有什么有种那种心性之中的智慧的接引 成就 那个是性 所以儒家都说 性而能静 静取得静 仰而能止 止和的止 就是你心中所崇尚的 将来你会发现你的心性 跟它能够止和于一 跟它能相应 性必能静 所以我性有圣贤 我将来就能成就圣贤 那是正性 所以性中自然能成就法轮 能成就中中转轮 那是正性 我性有神明 你敢说你将来也成什么无极老母 你成三太子 你不敢吧 所以好像我性有皇帝 我性有皇帝 在这个性中 在你心中是不转法轮的 他越是性有皇帝 他越甘心为奴 他越是甘心为奴 你发现这个性虽然有性的像 却在性中没有任何性的法轮 性用作用现前 迷失了性的作用现前 叫迷信 你性有天下神明 你都是明 你不敢说你是神明吗 出家人不能随便说人 但是偶尔举个例子可以 你性有耶稣 你敢说你是耶稣 你不敢吧 任何天下所有的一切立宗教的 说一些造物主的名字 你敢说你是他 你只能乖乖的臣服吗 那这个性有性的像 他却没有办法启程法轮呢 所以佛门中常讲这个法轮意 转轮意 也讲这个时轮 你心照在哪里时 时就是那个照 一个日一个寺 你的大智觉体照在何处时 他就自然起轮嘛 他入那个意识嘛 你相信有圣贤就是在信圣贤那个意识嘛 在那个意识之中 时轮自然能转 能动转 那起成作用 起成对质 那才叫四嘛 四就是有这个转化意 有智底意 所以你起不了那个信中的转轮法轮 不能成正性 所以佛门为什么叫你说是正性 你是真信仰 你当然要心中立信 知道有圣贤开始 你心中就能转轮 因为你只要不用其他的暧昧的思维 不用其他的众生的思想 你心性之中就不会起障碍 因为众生的念头思想之中 或一般的凡夫的念头里面 都具迷惑的气氛 你但用他的声音 你就会躲在他的迷惑之中 反而说信 却不见 种种成就 所以众生的声音都是这种迷惑项的 所以为什么菩萨记中 不许一切的行者还在说世论 用世间道理 用世间道理都是迷惑项 你要学会 整体学会 拔出 就用在根本道理上 你千万不要再耗耀世间道理 假如口中只讲世间道理 我就闭口不说 打死不说 因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我说 我是世子 我们是世家门人 足够还可以跟大家平常一般人所讲的那些道理 那些道理 一般电视上卖药都会说 卖假药的 再加个卖假药 卖假药说的 假药卖你他都不凭良心了 他还会说你 教化你了 良心可异 这还有什么好听的 但是你用到 真正用到心中 就是行者的道理时了 你念念才能反观 才能反省 那个信中的作用 那才是正性 所以没有一个明目 你不能接应 有了前人的名字跟方向 明目以后 你只要不用世间语言 不用过去的凡夫意识 你要用到抉择的心态 一个行者的心态 一个学者的心态 他必然能够一步一步见次成就 但是没有明目 你不能够成为接应 有了明目 你要启成 见次的 成就的这种决照 决心 这个在法上才叫什么 才叫佛法 不但学法是如此 你的平常的用心也是如是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念心恒常如此 当你有明目时 决心就开始渐渐呈现了 不是吗 所以他就一定能够以诀应诀 所以你不用担心将来不会成就 只要担心你现在心沉不沉 只要每天解释 你的心是每天还剁在众生之间 所以昨天讲的怯栏的怯 你在一切念头的开夫处 你如是恳切 制成奸茶 齐兰的兰 叫错了 齐兰的兰 一个草开夫处 像是个奸 奸茶 明茶 你那个奸茶 那个明茶 所以那个才叫什么 你才能够看到一切草的开夫吗 你才能够包容一切草的开夫吗 所以那个兰字 佛教字典叫做圆 庭圆的圆 但是你连一个念头你都不能够担当 马上就随他剁 随他生 随他哭死 你还看得到圆吗 你根本看不到圆 你看到就是那一根草 所以你能看圆者 你能召见圆地 那个圆者是能够担当一切开夫啊 是能担当一切圆地之中的一切的生态 那你才是入圆之人嘛 你才是懂得那个决心的人 所以那是光颜助持 住在长极光世 那是根本的婆且婆的大决心 那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事 这的专程 你宣传这里 没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